国内政局风起云涌 那除了下野的西盟传出已经摩权擦掌 准备在7月之前从国盟手中抢回中央政权之外 目前只以微差优势执政的国盟 台底下似乎也是暗流汹涌 领导国盟这个弱势政府的慕尤丁 那不但要防备土团党他自家阵营里头 有议员窝里反随时跳槽回西盟 同时呢也得要提防不被巫统算计 行动党政治教育职主任刘振东三天前就发文指 国盟内部啊目前已经分裂 那官司沉身的前手上纳吉正在密谋甩开慕尤丁 推动在今年下半年举行闪电大选 让巫统跟一党呢组成的这个国民和谐联盟掌权 就当大家还在讨论说这个爆料的真实性有多高的当儿 那纳吉的好哥们阿姆扎西 今天早上在社交媒体啊就上赛了两张 纳吉等一行人呢登门拜访的照片 在贴文当中阿姆扎西还大喇喇的写道 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迎战第十五届大选了 那接着呢他还问大家是否已经准备就绪 要和他们同在 那这位巫统主席短短的三行的文字的贴文呢 就立刻引发了各界的无限联想 被视为是前首相马哈迪亲信的土团党最高理事卡迪耶新 很快就做出了回应他认为啊这一则贴文的隐藏讯息 好像是在暗示巫统跟国阵已经准备好推翻慕尤丁所领导的国门政府 迫使大选提前举行了 他就分析提早大选事实上呢对巫统跟国阵根本没有损失 因为巫统现在已经重返部城了 而且呢还掌握了很多个部长啦 大臣还有关联公司的高职 要是这个时候大选 赢面嘛自然就比木派的土团党来得高 那闪电大选是不是真的要来了呢 目前还真的没有人说得准 不过对于当前变幻莫测的政治局势 柔佛苏丹伊布拉辛陛下呢 今天就突然在面子书发文 警告政治人物要是再继续争名夺利 那么陛下会毫不犹豫的解散柔佛州议会 还政于民 让人民重新选出能够真正为民服务的人民代议事 柔佛苏丹已经放话 而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正密谋除掉慕尤丁的纳吉呢 随后也呼应了柔佛苏丹的看法 他认为如果中央政权陷入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那国家元首可以解散国会 他指出目前国盟跟西盟之间的差距 其实非常非常靠近 就算西盟真的从国盟那边 就是拉拢议员跳槽 执政优势也会非常微弱 因此他主张解散国会 让国盟跟西盟通过大选来一决高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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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